随着搭载着133名乘客的迅安客轮 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往金门 与此同时 金星6号客轮也正从金门向着厦门驶来 3月25号起 两岸小三通航线通行人员范围 扩大至所有台籍旅客及大陆配偶 当天上午 五通客业码头大厅售票窗口前 早早地就已排起了长龙 他们是此次搭乘小三通下京航线 迅安客轮的台胞 来自台北的许先生 携旗带子从泉州赶到五通客业码头 他告诉记者 自己三年清明节没有回乡记组 当得知今天起 台湾民众可搭乘小三通下京航线 于是第一时间前来买票 我们去年六月的时候回去的时候 是来回花了将近一万八人民币 可是一家三口 可是这次来回的话 大概只要花四千人民币 其实是整个是让我们的负担减轻 从对岸金门出发向厦门驶来的 金星六号客轮 搭载114名乘客 其中有不少台湾岛内的民众 三年来首次搭乘小三通客运航线来到厦门 喜悦之情异于言表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自发组织 在五通码头拉起来往更便利 同胞亲上亲的横幅 特别准备了110份厦门南普陀素饼送给乘客 表达了对两岸恢复正常交流的期盼 据悉 厦经航线3月25号起调整为六个往返航班 针对小三通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客流量可能大幅增长的时机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 根据口岸特点和动态 制定专项勤务方案 与船舶代理公司密切通联 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体验 创新从购票、检票、通关、登船 前列条数据的智能化应用 实现数据实时核对 船班及时放行 对西邦湖的群体 提供专属指引、专程陪同 专用通道、专业本业等能性化服务 让经夏津航线往来的广大出境旅客 切实感受到这条黄金通道的速度和温度 自2023年夏津小三通副航以来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 全力做好夏津航线通关保障 累计已查验出入境旅客 近1.5万人次 保障两岸生命救助绿色通道 专项勤务四次